校长 是男啊 这位就是石老师的 金姐 认识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没认识吗 不认识啊 也好也好也好 对了校长 我来是想跟你说 学校一旦病了也没有关系 车我来搞定 我来负责接送孩子们 我这样跟你说这个事呢 我们学校 不会被合并了 是吗 那太好了 这得呀感谢我们金大小姐 是我们金大小姐出面解决的 我们金大小姐还说了啊 要出一笔钱 改建我们学校 那个金大小姐啊 那个 缓 不 不啊 多谢金小姐了 不客气啊 这也是方佐的意思 对 毕竟她是我的未公司 力所能及啊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走吧 等一下石老师 回来 我想跟您聊几句 聊一聊 校长 回避一下 回你回你回你 我出去 先小姐好好聊啊 慢慢聊 好好聊啊 好 拜拜 坐吧 坐吧 我呢 是个生意人 我就不管按摩角了 既然我能当面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可以使这件事情变得更严重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知道我去威胁吗 我只是在提醒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爱心的老师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还有必要让我直说吗 直男老实 我告诉你 收一下你的廉价的爱情吧 离我们家方佐远一点 好的爱情 是给男人铺路的 而不是给男人挡路的 你能明白吗 好好想想吧 提老师 我真的是你的绊脚石吗 连孩子们都保护不住 不懂 我没听到 你也不知道 优优独播啊 小伍子 我优优独播 小伙优独播 同时 在我